哈囉大家好,我是保全大叔小李 今天的晚餐呢 因為這個上片日期預計是12月31號 就是今年的最後一天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一直在想說要點什麼特別的東西 後來我想一想呢 我決定把這個最後一天呢 我點這個唯一一家 唯一一家店家有在我的評論影片下面留言的 OK他是第一個有留言的 那也是目前唯一的 那這一家就是對味趙咖 對味趙咖那我之前點他的這個上海紅燒肉 那店家有在下面留言 所以說呢 那我也說我要點他其他的餐點來吃吃看 所以我今天點了他的這個 蛋炒飯 那另外就是他有一個這個 豐盛青子丼 青子丼他是本身上面的這個 烘飯的部分呢 他是另外裝一份 白飯的部分是另外裝一份 好那小菜的部分 我有點他的這個 涼拌小黃瓜 等一下來試試看 OK先給大家看看他的菜色囉 其實這一家的青子丼來的時候呢 我有點意外 原本我以為他是一個 凍飯的形式 就是他可能用上下兩層那種包裝 那下面是白飯 然後上面可以再倒下去 而且他這個 繪的狀態還蠻明顯的 所以對有些人來講 他可能會認為青子丼的部分是屬於滑蛋 然後上面有一些繪的醬汁 那繪的醬汁不會那麼的多 他這個很明顯幾乎都是繪的醬汁 當然裡面有一些滑蛋 所以可能有些人 對這個的想像上會有點差距 但是沒關係 裡面的肉還蠻多的齁 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 OK那另外呢 他還有炒飯的部分 炒飯的部分 他的名稱是爆香蛋炒飯 所以我原本以為是 蛋或是一些蔥這樣子炒飯 但他事實上是有一點接近 你看裡面還有木耳啦 洋蔥啦 當然青菜也有一些齁 所以他的料其實還算蠻多的 這個有點出乎於藥 因為我原本認為是只有蛋而已 來我先試試看他的飯齁 炒的狀態 來 他這個炒飯其實偏軟 所以這個 有些人可能喜歡吃比較硬 他這個炒飯比較軟 但是他並不會黏 所以我覺得他 這個炒的功力還算不錯 那他的調味醬料其實沒有下的很重 所以他的那個胡椒味不會太重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那鹹味也不會過頭 另外就是說 他上面的配料來講的話 其實他裡面 這個木耳的部分是下的蠻多的 我覺得他對這個口感上是有加分的 其實洋蔥跟青菜部分 因為他都切的很小塊 他的青菜並不是很大的那種狀態 所以對口感上不會有什麼加分 可是他的木耳 因為他下的很多 所以 你每一口在吃的時候 吃到那個木耳 的那個脆脆QQ的口感 這個我覺得非常加分 口味比較清淡 口味比較清淡 忘了跟各位說 他這一份炒飯 其實還蠻大份的 九十塊 還附一個湯 我覺得還蠻超值的 這個炒飯不錯 如果說 不想點其他重口味 單純想吃飽的話 這個九十塊的炒飯 我真的非常推薦 喔 我記得他上次也是有附這個湯 不過上次的湯 比較沒有像今天這麼辣 我剛剛本來不想介紹湯的 因為他附的湯 基本上是清湯 可是是好喝的 很濃郁的清湯 不過他這一次 那個薑下的很重 我差點以為我在喝薑茶 這有點像香菇雞湯 然後薑放得非常重的那種 哇他這一份這個 所謂的青子丼裡面齁 我先試一下他的肌肉看看齁 來 他肌肉也是滷過的 他也是滷過的肌肉 所以他跟青子丼的距離又更遠了 因為這是滷的味道 這完全是滷的味道 而且滷的非常軟嫩 所以他肌肉真的是很軟 然後滷過之後味道非常好 那裡面有放了很多 這個菇類齁 試看看 也是不錯 不過他說有放洋蔥 我是沒看到洋蔥 那肌肉的量還蠻多的喔 剛剛這樣看一下至少 哇哇哇 七八塊有 所以他肌肉的份量非常多 那味道的話就是偏 滷的味道 對 這真的跟青子丼又差得更遠了 來我把它淋在飯上面吃吃看齁 來 如果以滷飯的水準的話 算是做得不錯 因為他的勾芡不會太重 那吃起來就蠻滑嫩的 配上他的白飯 他的白飯 對 上次也是煮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 這個如果以滷飯的標準 真的是煮得很好 不過我在想說 是不是有可能 他說是青子丼 所以說他把味道稍微變 弄太甜了一點 他可能想要弄成甜醬汁之類 但是 如果以滷汁加上滷飯的水準 我是希望 不要那麼甜 然後其實可以稍微再 多一點滷的味道 完全以滷飯標準的來講的話 如果多加一點胡椒 或是 鹹的味道的話 這個會更好吃 那你現在稍微弄得有點甜 可是本身又是滷 這個就有點 味道上就有點不太夠 來 最後我試一下他的涼拌小黃瓜 他看起來有加一些蒜頭 應該是 應該是 醋 白醋 糖 然後蒜頭 一般做法是這樣 我來吃吃看 嗯 很脆 不過 醋味跟甜味比較 弱一點 蒜頭的味道比較是主體 可是也沒那麼嗆 其實也沒那麼嗆 夠脆可是比較清淡 這真的是比較清淡一點 這個 這個小菜的話呢 其實 它完全就是在 解膩 清爽解膩的東西 可是呢 因為它本身味道不夠強 所以說拿來 配飯或是配什麼之類的 就會有一點 不夠 味道會有點不夠 但是本身是非常清爽的東西 我必須跟店家提的事情 就是呢 我個人認為 首先 青子洞 跟炒飯的 跟這個蛋炒飯的部分呢 首先跟 店家的照片差距太大 因為店家照片裡面 蛋炒飯就是純蛋炒飯 而且 飯的顏色是比較白的那一種 那一種是那一種蛋炒飯 跟你現在炒 這一種 稍微有點不一樣 對 那青子洞的部分呢 在店家的照片上也是 日式的青子洞的照片 但是來的時候呢 是屬於會飯的狀態 所以 差距也是蠻大的 所以我希望說 店家不管是在名字上 或是 照片上的話呢 希望可以 稍微再修正一下 你如果沒有那個 預期的落差 你就會覺得它好吃 如果我認為它是個烏飯 我點的時候 就覺得它是烏飯 那我跟你講 絕對會覺得這個 這個雞肉烏飯 超好吃 對 雖然它有點偏甜 可是它是好吃的 勾芡也很讚 肉本身也軟爛 所以 好吃 150 讚 那這個炒飯的部分呢 如果 我在照片上已經知道 是這個狀態的話 我也會覺得這個超好吃 對 但是它跟我想吃的 就是照片上那種 純淡的 然後白飯那種炒飯 而且是兩件事 對 所以會稍微有點扣分 OK 這就是 我提出來的 小小的建議 那 給各位觀眾的話呢 都是就是說 都便宜 都好吃 那 比較偏甜 比較 不油不鹹 調味上比較淡一點 但是都是好吃的 而且也便宜 OK 這就是 今天的這個 留言回應囉 好 那一年就這樣過去了 明年還 期待大家的支持囉 掰掰